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佛的销量突破200万 在规模上要超过吉普 陆湖 成为全球最大的 最安全的SUV品牌 他做电动车本身的目的是 为了给他摊 看他的油耗 从市场的表现 利润的表现 都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 应该来说 从目前阶段来看是成功的 那么他未来他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 他可能要解决一个是真正的汽车的正向研发上的 一些困难 第二个是要解决他在品牌的塑造上的困难 这位贵宾 今天的立临 我们期待 在此就愿 阿博一路疼飞 不愿意 小混别 都不愿意